好了这期呢是平民车硬钢传奇500分局啊那点券车中能勉强打一打的也就只有未来迷梦这车了 未来迷梦虽然说即时并没有比其他点券车或免费车强多少 但是他的实战容错率来说呢确实是点券车中最强的 毕竟现在的点券车呢也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所以你只能未来迷梦了是吧 那未来迷梦即时方面为什么比其他点券车强不了的原因之前已经说过了 动力太弱的同时还不太好利用这个自动获得的氮气 而实战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咱们是不是可以少卡一下气了 然后这边的话咱们有时候会碰撞会怎么的 咱们也可以说顺序的用这个多余的氮气再调整回来 然后这边其他点券车的话还要慢慢卡气 咱们未来迷梦了直接放弹器 虽然说这个直接放弹器呢速度损失比较大 没有天行那种直接放弹器达到最高速的效果 但是他总比其他点券车在那里慢慢卡气比较好啊 况且呢有些小伙伴他卡气卡的不好的话 速度也是慢很多了 而这边咱们直接硬钢了一下替车啊把他的路线顶歪了 这里面双砂弹射后面我们不仅不缺弹器 还有一个ECU直接逼过来差点反超这个天行值啊 这涌错率对比其他点券车来说舒适性还是高很多的哈 那最终成绩呢也还行吧 1分24我用冰破啊这种1分22 23左右吧 然后再来看星星火车站啊 这个图呢对于未来迷梦来说 还是可以利用得上他那个获得的弹器的哈 前面的话这个车呢卡气实在是难受啊 老是卡不满所以呢落后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啊 这边叠加弹器之后延续过来 咱就可以利用得上第一管获得的弹器了哈 小飘之后啊直接放弹器 如果是其他车的话还能延续一下 但是点券车基本上是很难延续 所以呢我们直接放弹器是比较好的 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直接放弹器又获得一管弹器 简直太舒服了啊 这边叠加同空喷落地喷 但是一码归一码 免费的和科金的性能区别还是显而易见 看那个天行者 直剑超车你能说什么是吧 哎科金游戏细剑挤的啦 钱又不充 技术又没人瞎好 岂能看着人瞎 慢慢远去的屁屁 望而心探 魅红我没有钱啊 这样子呀 稀不稀啊 不过没关系的啦 咱们还有ECU可以赌一赌的啦 我赌你没有ECU 然后一个小飘再来重复第一圈的跑法 这样不就直接角色互换 让他们来看我们的屁屁啦 是不是 哎呀 耍一味没有出 呃化分不变 不过你进到不会过的话 那第二就属于我牛老二的啦 嘿嘿嘿 最后呢 一分33不算快 但是能拿捏上分 哎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点赞投费 激起一下啦 吸不吸啊